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频道的时间了 有我来自澳洲的甄必思 你好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甄的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KAL的大马sir 华文汪也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浪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最近我们遇上了巨大的困难 因为除了被人自动退订之外 网友想点赞也点赞不了 也留不到言 最好笑的是 有些人明明按了网友 后来变成了dislike 不是一个网友这样说 所以请大家高台贵手 如果发现被自动退订的话 请你订回我们三个频道和各位主持的小台 另外如果你的点赞被取消的话 请你再点赞 多谢大家 多谢 另外还有一件事就是 《浪冷气》 现在也有我的节目 我的用语很接地气 虽然人家说我像关德卿师傅 但是你就看看我说话 是不是有时候不像 好了 这次节目我们就讲一讲我比较熟悉的地方 就是屏东 屏东 大家知道 已经 哎呀糟了 Delta变中已经入侵屏东了 最伤人的事情就是 屏东是一个农业大院 来的 屏东丸的方山乡 大家知道发生了 我节目都说过了 发生了群聚感染 多名人士证实是中了Delta 目前都已经上位数了 我节目都说过12位 我暂时有的数据 因为阿钟可能等会有出来开会 我未有他最新的数据 有的话我都向大家报告的 像台湾人 像烈巴架 大家知道 台湾也有很多芒果 我们都说过 台湾芒果出口就不够了 因为那些技术不行 出口技术不行 不过 始终都有人买的 现在芒果也是当做 不过 现在人们说 你屏东有Delta 我不买你的芒果 可能会出事的 很不幸地 很多被订了的芒果 都被退订 或者直接去买的 尤其是这个方山芒果 有人说是19芒果 病毒芒果 新冠芒果等等的Delta芒果 换了名字 很麻烦 麻烦 之前曼华也是 是防疫的破口 被一位民进党立委 立委商引号 另外 被污名化的 直接后果就是 我不买 我退订 所以 芒果每箱的价格 就呈现了 断崖式的下跌 以前 淨路价 一箱 芒果就700元新台币 大概195元港元 现在 差不多跌了一半 就剩下400元新台币 大概110元港元 以及当地 芒果也是一个很大的产业 因为它是一个香 其实 6600人是从事芒果种植行业的 有农民说 现在 已经被人说我们 垃圾 不敢买了 现在 400元都要买的 以前 怎样的价钱 订单 现在都被人退了 因为 怕吃了我们的芒果 会买19 更新冠 而且是Delta 真是惨 另外 原本 芒果 里面一箱有15到18 18 今年 只可以减半 不敢买那么多 减半之后 减价再减价 是吧 因为价钱 最少跌了一半 真是很惨 而且 现在芒果是当做的 荒山 荒寮 和 狮子香 这些都是产外民芒果的地方 尤其是荒山 是全台湾第二大的产地 一年就产25万箱以上 当然 现在又卖不到在中国内地 挺凄惨 蔡政府有什么要说呢 蔡政府就听上去 有说等于没有说 那他就说 哎呀 有台湾 专家就说 目前全球 都未因为 蔬果 和包装 和蔬果的包装 是感染的个案 有台湾专家说 你用其他专家说 行不行 别人不信你台湾的专家 之后 他就说 消费者可以放心的 只要民众注意 食用前洗净 那就可以了 我们台湾芒果 又好吃 营养药丰富 继续吃吧 可不可以做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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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做些东西 蔡小英 有没有去当地 有两只芒果 是吗 所以 要是补贴一下它 现在你不补贴不行 这事实 台湾就死了 不过补贴又可能不行 因为财政又好像不太够 总之都糟糕了 还有当地的农产品 都是被人污名化的 现在 大家应该知道龙应台是什么人 龙应台现在住在屏东 龙应台都说 真是看不下去 现在 平常的荒山人 在生活资源相对薄弱的情况之下 已经过得很苦 因为始终是农村地方 农民 那么可能 就是辛苦的人 生活已经是差一点 芒果成熟时 就是他们最开心的日子 因为赚了一些收入 现在出现退货潮 一年的血汗 付诸流水 现在为什么要退 应该加上希望台湾人 帮一帮荒山的芒果农 他就说 紫箱度座可以用酒精噴一噴 芒果皮也可以用清水洗一洗 他说的事实在过 起码他也有策略 叫人去噴一噴 和洗一洗 比蔡政府更好 另外我们今早也说 现在蔡政府的民调 低处未算低 小英很低 另外一位仁兄 行政院长双引号 蘇貞昌更加入了死亡交叉点 我们说过他不满意度超过50% 因为蘇貞昌真的很聪明 他就站在很多人后面 什么都不知道 推陈时中出来 但是蘇貞昌就很贱格 有人就说 要不要撤查陈时中 都说没有必要 他的理由就说 哎呀 不可以这样的 他已经很辛苦了 这个不重要 可能他有他的道理 不过很多网军就在这儿骂 说真正破坏台湾的 在欧盟哲 结果你用网军去攻打欧盟哲 欧盟哲反而获得同情 就是你这些是Seven队友 猪队友 还有大家知道Delta入侵了屏东 因为一般来说 农民一般都是挺民进党的 因为民进党以前 我说以前 基层的工作是做得好的 尤其是对于农民 现在农民这些基本盘都崩盘了 另外少年人、少年冷 这些年轻人也崩盘了 是不是 我觉得苏貞昌下个月的民调 更加难看 有可能跌到四成左右 也有陆营人士说 这样不如改造 炒L了 这么没用 那又不行 没有人肯做 其实现在人们说 苏貞昌要像一个人物 一个漫画人物 有点像大番薯的头 是不是有点像大番薯 好像 其实很多乡文都已经说 真是明白一个这么无能的人士 居然可以成为台湾这么高层的官员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不过可能因为他能支持 捱得挂 捱得挂 被人骂也不重要 我想就是这样 还有苏貞昌还用了一位人兴 叫丁怡鸣 丁怡鸣是什么 透透打疫苗 用特权打疫苗 不过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管控网军 网媒这些东西 他就很聪明 所以你看到 苏貞昌好像与时俱进 看上去那些言论几年轻下 因为有位网军大将军 帮他看着这个场子 其实现在苏貞昌 连六媒都说他工作好像 断七八糟 亿秒买不到 监察院说要查一查 陈时中说不好 不行 一塌糊涂 就只有1450帮网军在帮他顶住 难道网军就是你的执政工具 所以看到这些真是很辛酸 台湾本来也是一个还可以的地方 还有小英不炒他 其实你也会被苏貞昌一起陪葬 推进泥潭 虽然小英也是差 但苏貞昌比他更差的民调 不过又可以这样看 可能小英的差的东西 只是找苏貞昌撑了个鸡头 是吧 唉 所以现在大家都看穿 看到你们 有些人轻 都是搞政治 不搞实武 是吧 我现在一看国民党也不好 都是做得差 因为看到只懂得柴台武 人家看到都是为了搞政治 不是真的做一些武实的事情 所以国民党的支持率也不好到必 反而这个中立的白色力量 欧盟哲就挺好的 还有你看一下Delta 如果Delta继续扩散下去 绿营的基本盘继续崩 当然了 我们今天早上节目都说了 侯友宜 会不会和欧盟哲一齐出选 下届总统 总统相引好 我觉得是不会的 我觉得是不会的 因为 就算侯友宜肯 国民党那帮贵公子都不肯 这个就是国民党 为什么依然觉得 人家给人家的感觉都是垃圾 因为这些人 尤其是国民党的上层 都是为了私利 不是为了党 也不是为了台湾人民 当然有些人是为的 但是 给人家看到感觉不好 感官不好的时候 你就很难选了 还有民调也很难上去 好了 那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